增强体力 自动 有没有好玩的事情 好玩的事情 会让人心头一跳的事情 有 吓死我了 怎么样 好玩吗 不要瞎我了 真是的 少年笔班的 是有四郎兵卫前辈 快送他去医务室 所以我们就把他送来这里 可是今天星野老师跟善法寺前辈 刚好都出去了 怎么办 我看先找保健委员的前辈来好了 薛有四郎兵卫前辈 你不躺着 没关系吗 奇怪 我怎么会在医务室里 你刚刚在校园里昏倒了 谁 我们就把你送来这里了 这样 那真是麻烦你们了 你怎么好像一副状况外的样子 真的没有不舒服吗 是 我被体育委员会的七松小平台委员长叫出来 冲啊冲啊冬冬 四郎兵卫 是 今天我要特别针对你一个人进行体育委员会的特训 我一人 体育委员会可是委员会中的明星哦 是的 所以你要再多露出像个明星的表情 像这样吗 这样 好 好的 很好 好 准备用蛊娃带好 好的 冲啊冲啊冬冬 四郎兵卫也跟着坐 好 接下来是像平地那样快速穿过灌木丛 是的 一定有机会儿 激松前辈还真是体力旺盛呢 就旺山过头了吧 好同期身为体育委员的十有前辈 谢谢你们 但不光是哪样呢 其中前辈最擅长的 冲啊冲啊冬冬冲击 我被托击去一起 四郎兵卫 要不要紧 也难怪你会累倒 不 我会倒下 是因为自己体力不够好 要是我体力更好的话 我想请问 身为保健委员的乱太郎 什么事 我该怎么做 才能够让体力更好的 首先 当然是吃得饱饱的 并且营养均衡 吃东西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我知道了 要是前辈能像新兵卫那样 吃一大堆东西 体力一定会变好 要吃的比皮肠多很多才行 我要太多了 我要太多了 我实在吃不下了 真的一口都不行 我吃的没有新兵卫多 也就表示我的体力没有新兵卫好 只有前辈好像反而更灰心了 这样他跟新兵卫一起吃东西好像错了 要增长体力不光是吃东西而已 像乱太郎最擅长的是跑步 不如你们一起在校园跑步吧 如果想要应付其松前辈 那旺盛的体力 耐力是个很好的办法 石友前辈 加油 你可以的 我真的不行 石友前辈 石友前辈的耐力也不行 可是我相信 相信什么 虽然石友前辈的体力跟耐力都不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他有瞬间爆发力 瞬间爆发力 我想能够跟其松前辈那旺盛的体力抗衡的 就只有瞬间爆发力了 瞬间爆发力到底是什么了 就是在一瞬间就能够使出的全部力量 譬如说 新兵卫把铜板往地上丢 是铜板 接住了 接到铜板了 石友前辈 终会去捡铜板 然后呢 他不是锻炼出 比我这个小气鬼 更快捡到铜板的瞬间爆发力 总之 只要有了这个瞬间爆发力 免得其松前辈的旺盛的体力 应该就没问题了 你确定吗 不管怎么样 都要先让他重新建立自新兴才行 那我要丢铜板了 我忍不住了 这样算是有瞬间爆发力了吗 体育委员会的石友四郎兵卫 我们来打排球吧 好热 他走掉了 好竞争的时间爆发力 冲啊冲啊冬冬攻击 冲啊冬啊冬冬接球 很好 这样才有委员会明星的架势 体育委员 是 好厉害 竟然接住呢 石友前辈 已经不知不觉中 跟上其松前辈那旺盛的体力了 冲啊冲啊冬冬攻击 冲啊冬冬接球 看我的 到底什么意思 看样子 增强体力最好的方法 就是好好的睡一觉 这么简单 原来如此 话说回来 石友前辈其实也训练得很开心 说得没错 根本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担心的地方 很好 再来一次 接住这一球了 冲啊冲啊冬冬攻击 嘿嘿嘿嘿嘿